哈利路亚,愿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如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今天说要来到你家,你会怎么做呢? 当然你会打扫家里,准备食物 可是如果他不告诉你他来到的日期和时间,那你会怎么做呢? 可能你就会开始担心,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会到,所以你整天都会非常警醒 如果这个客人他不告诉你哪一天会到 就是有一天他会突然出现的 我想你一定会更紧张 你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会在准备的状态 因为你不希望在家里一团乱的时刻,这一位重要人物到了 现在我们来看看谁是这一位最重要的人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而且他很笃定地说他有一天会再来 那就是对我们最重要的一天 那就是对我们最重要的一天 可是重点是我们不知道哪一天哪一个时辰 现在很多基督徒甚至于包括我们教会的信徒都一样 我们常常忘记主耶稣会再来 我们每天只是在祷告里面向神祈求这些物质的东西 还有我们个人的需要 可是我们忘记当有一天这一天来临的时候 我们到底要如何面对审判呢 到那一日我们目前所面对的困难 还有生活上的这些小事其实都再也不重要 在末日的那一天只有一件事是最重要的 就是那一天我们是否能够得救 所以我们要好好来预备 最近我听见有一个长老的讲道 他说到在四十年前他自己还是一位神学生的时候 当他去到不同的教会 他那时候就在学习在长辈里面他们那时候最常讲的道理是什么 所以他就看到以前的聚会记录 他发现很多长辈的讲道常常都是着重在同一点就是末日主耶稣基督即将再临 那是在四五十年前 可是到现代我们的讲道其实已经很少讲到这部分了 可是如果我们很少讲到这一段 那我们的信徒就很容易跌入属灵的睡眠中 我们就失去焦点了 所以今天我们要提到十大信条的第十条 就是信末日的审判必再临 所以现在我们要一起来读 我们先读中文 信主耶稣必于世界末日从天降临 审判万民 义人得永生 罪人受永刑 英文的部分 每一件事物如果有一个开始 那它就有结束的一件 就像有一天我们出生 有一天我们也会死亡 就像电影一开头我们看到结尾也会看到结束 这个世界有开始的那一天 也就是神创造天地的那一日 可是因为这个世界亏缺了神的荣耀 所以有一天这个世界也会结束 神会把这个世界终结 当然也会面临最后的审判 当然也会面临最后的审判 审判结果有两种 对我们现场的每一位 我们会面临两种不同的结果 可能你会被称为义人 然后你得到永生 另外一边就是罪人受永刑 在两千年前 主耶稣的门徒问到他 当你要再来之前有什么征兆呢 我们一起翻到马太福音24章 二十四章的三十二、三十三节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二节 一起读 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 当树枝发论长叶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夏天进了 三十三节 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 也该知道人只进了 正在门口了 主耶稣说了一个比喻 就像你看到无花果树 你看见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 我们知道无花果树是先长果子 之后才长叶子 如果你有种无花果树的话 你就会先看到它的果子出来 之后才看到叶子 然后我们就知道夏天进了 虽然这几天感觉起来不像夏天 可是我们知道它快到了 所以主耶稣说 当你看见真照的时候 虽然你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刻会到达 可是你看到真照 你看到真照越来越多 越来越明显 那你就可以很确定主耶稣是越来越靠近我们了 那这些真照是什么呢 现在我们就要来好好的看一看二十四章 第一个就是宗教上的迷惑 我们一样看这一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第四、第五节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四、第五节 我们一起读 耶稣回答说 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第五节 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 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耶稣说 主耶稣说到在末时的时候会有很多人起来以基督之名来迷惑众人 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宗教 因为人们需要相信宗教和信仰 可是同时魔鬼也利用这些宗教来辱惑人心 让他们去迷惑没有办法敬拜真神 因为如果你敬拜偶像你就不会去敬拜真神 可是魔鬼也知道只有一个信仰能够救我们 那就是信耶稣 所以他就迷惑那些想要信耶稣的人 因为很多人会听见说 哦,这个是耶稣,那我就跟随 就像现在有很多仿冒品在网路上流通 它看起来跟真品非常相似,可是不是真的 就连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那么相似 像有些厂商他们生产假的名表 甚至连名表的专家都很难告诉你见别这个真假 为什么? 因为就是有些人知道如何仿真 那信仰呢? 魔鬼知道只有耶稣能救人 可是他就迷惑那些想要寻找耶稣寻找真理的人 所以世界上有很多的教派 大家都以为这些教派这些教会都一样 因为他们都读同一本圣经 每个人都说我相信耶稣 可是都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因为如果这些教会都信仰一样的东西 那他们就会是同一个教会了 你知道在世界上有多少教派吗? 根据调查,在全世界总共有超过四万五千个基督教派 你可以想象吗?是超过四万五千个教派 就算你一天去一个不同的教会 这一生你也去不了所有的教会 很多教会都说我们教会有真理来我们教会 我大概查了一下,其实从以前到现在 大概有七个人说自己是基督 甚至还找到跟随他们的人 虽然有一些教会的创始人 他们并不是说自己是基督 可是他们非常有权势 所以有很多人来跟随这个创教者 并不是跟随耶稣 不管这个创教者说什么,他们就相信 而不是相信圣经所说的 他们并不跟随圣经 他们不跟随真理 所以到现在我们才会看见有这么多的基督教派 这么多的创始者 我们就可以知道这就是不太对劲了 迷惑正大大在人心当中工作 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 那我们来看看主耶稣说的第二个征兆 一样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第六节 二十四章第六节 一起读 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 总不要惊慌 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 只是末期还没有到 这里主耶稣提到有一个名词叫做末时 就是在那一段时间里面 世界会发生非常多糟糕的事情 在末期还没有到之前会发生很多事 你会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 从人类文明开始之前 人类就不断地在打仗 可是在末期还没有来到之前 我们就会看见战争的事情是越来越多了 有时候我们听见打仗的风声 其实是还没开始打 就像我们一直听见中国要攻打台湾 那这是打仗的风声 其实都还没有开始 就像俄罗斯要攻打乌克兰之前 我们也是听见打仗的风声 可是很多人都不相信这件事会发生 突然他就攻打过去了 没有人知道是哪一天要开始的 现在2023年全世界到底有多少战事正在发生当中呢 这是今日最更新的资料 我们看到有颜色的部分就是国与国民与民正在打仗 有时候是内战同一个民族正在攻打对方 就像日前在苏丹有打内战 就百万人民流离失所 当然我们也知道俄乌战争里面 俄罗斯攻打乌克兰 乌克兰正在奋力抵抗 全世界至少目前有32起战事正在发生 你可能不知道 可是其实有这么多 这个还不包括打仗的风声 因为风声是正在传 可是还没有开始打 就像南北韩 中国与台湾 或者是中东 或者是非洲 当然我们现在如果看到这个新闻 大部分都是在讲俄乌战争 其实这几战事已经进行一年了 很多人已经开始觉得说每天都是这样在打 可是其实这场战事是倒向更毁灭的方向去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如果昨天有看新闻 我们就知道俄罗斯已经把核弹头送到白俄罗斯去了 三月的时候普丁已经说他有计划要把核弹头送到白俄罗斯 可是昨天他已经这么做了 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 因为从冷战开始 其实俄罗斯并没有送任何的核弹头出去 上一次是在冷战时期他们把核弹头送到别的国家 记得以前苏联时期他们把他们核弹头要送到 他们想要把核弹头送到古巴 那时候几乎要导致世界大战 那个时候在最后一秒钟他们改变主意把这个讯息收回 要不然那时候美国就要攻打苏联了 可是这时候目前俄罗斯已经制造好新的核弹 在过去他们说我们是绝对不会使用核弹 除非我们的生命遭到威胁 可是现在他们说并不一定要到这种极端的程度 我才可以动用核武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威胁 可是他们已经放风声说 并不一定要到这种生命受威胁的程度才可以使用核弹 因为我们看到北约或者是其他的国家已经送很多的武器到乌克兰支持他们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战事是越来越白热化 好像这个战永远打不完 就像两个人都要打架 可是他们不断的威胁对方 让这个事情更加恶化 在这张图里面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其实是有科学家说到的一个末日时钟 当这个时钟止到午夜12点的时候就表示这个世界即将面临第三次世界大战 然后面临毁灭 所以其实科学家也知道这个世界即将要面临毁灭 不管是任何的战事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些误解都可以导致战事发生 科学家说其实我们离午夜只有90秒 你不需要读圣经你就知道了 因为科学家已经告诉你末日时钟只剩90秒就来到午夜 可是当然我们读了圣经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就更清楚了 当然这个不是马上开始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真正的战争是要在中东开始打 那个就会非常的快了 那主耶稣告诉我们第三个征兆是什么 我们一样翻回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第七节 二十四章第七节 多处必有饥荒地震 表示自然灾害会越来越多 其实不用我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有看新闻的话 就知道全世界的自然灾害是越来越多的 不管是台风 龙卷风 或者是大水灾 当然最近我们加拿大面临重大的威胁就是山火 当然科学家会说这是全球暖化的结果 可能这也是真的或者是一部分的原因 可是主耶稣早就告诉我们在末时会有很多的自然灾害 特别这里有提到地震 多处必有地震 还有饥荒 为什么饥荒呢 因为天气改变了所以这个谷物就生长不出来 或者因为打仗所以农夫没办法种田 其实俄乌战争已经影响到全世界的粮食供应 包括中东还有非洲 那这里还有提到地震 这里给我们一张照片是最近土耳其的大地震 这是在二月的时候发生在土耳其 因为自己杀了成千上万的人 有时候我们住在温哥华的人会觉得自己是得天独厚的 可是不要忘记温哥华也在地震带上 整个北美的西部都是在地震带上 所以有一天可能这样的地震也会发生在我们居住的地方 有的人会说地震常常发生每一年都有 不要吓我 本来就是有地震的呀 然后我就上网查一查是不是地震是越来越多呢 这张图是由美国地理学会发表的 是从1900年一直统计到2008年是六起到八起的地震 我们可以看到 从上个世纪开始大概是每十年才会发生这一些 少过十个每一个 大概每十年会少于五件六到八级的地震 可是从2000年开始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指标是直直的上涨 我们看到2008年 这是全世界发生六到八级地震大概有二十三件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统计是比过去这一百年发生的更多 今天早上我再查了2023年的六几以上地震 一样是在美国的国家地理中心 我输入2023年 我输入2023年 六几以上的地震到底发生了几起 其实会很吓人的 现在2023年才过了一半 在全世界已经统计出有七十一起六几以上的地震 记不记得我们刚刚说的2008年才三十件以下 可是从今年的一到六月已经有七十一起六几以上 所以神已经给我们很清楚的征兆就是我们靠默旗非常地近了 我们必须要好好地预备好 特别是我们住在温哥华 说非常美丽的宾西省可是其实也很危险 因为当地震来的时候海啸会跟着来 会把所有在海边的房子都冲走 可是当你住在比较高的地方一样是危险 你如果住在靠山边那很有可能发生生灵大火 当然我不想在这边吓各位 可是我是要告诉大家有一天这个世界会结束 不要把你全部的希望寄托在这个世界上 再来最后主耶稣告诉我们的征兆 就是信仰上的逼迫 如果我们看到在使徒时代或者是教会刚建立的时期 教会面临很多的逼迫 第一个是犹太人他们逼迫基督徒 第二个是罗马政权 第二个是罗马政权 他们把基督徒化为坏人所以他们对付他们 如果你看这张图 这是在罗马经济场里面他们把基督徒放到里面去 他们会让很饥饿的狮子出来吞吃他们 那是在公元第一世纪七十到九十年发生的真实世界 可是他们是他们很坚持自己的信仰 教会同时也建立起来 主耶稣告诉我们在世界的末时会再发生一样的事情 我们来看二十四章的第九节 二十四章的第八到第九节 我们一起读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八第九节 一起读 这都是灾难的启头 那时人要把你们现在换案里也要杀害你们 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 第八节告诉我们这都是灾难的启头 这里讲到灾难原文作生产之难 我们知道当妇女要生产的时候 子宫的收缩会更加剧烈 当子宫收缩最剧烈的时候就表示宝宝快要生出来 耶稣说 所以同样的当这个世界上的灾难渐渐的发生 越来越多越来越频密 就表示耶稣快要到了 我们如果看到这个宗教上的逼迫 看这张图 这张图是目前所统计出来的 全世界有哪些国家是正在面临宗教逼迫 这里有十八个国家 他们是大大的逼迫基督徒 所以如果你住在这些国家你的生命会不保 有些基督徒必须隐藏自己的身份才能生存下去 最糟糕的第一名就是北韩 最后面一个是伊拉克 当然他们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他就是伊斯兰国家 很多伊斯兰国家他们是逼迫基督徒 不管是人民或者是政府 第二个就是共产国家 就像北韩 就像北韩 如果你是住在共产国家 那你就没有办法有这个自由来敬拜神或者是买圣经 有时候你会因为你是个基督徒而被放到监狱里 这就是世界目前在发生的事 那我们是不是很高兴说加拿大目前没有逼迫基督徒啊 是的感谢神我们住在一个宗教自由的国家 可是你知道吗 这些间接的逼迫正在发生 就像这些LGBTQ 他现在已经渐渐升级为主流文化了 他们也在学校里面教导孩童 所以如果我们的学生在学校说 老师我不同意你教的婚姻应该是一男一女 其实没有别的性别 这个学生马上会被勒令停学 就连在天主教学校里面学生这么表达都被学校停学 如果你现在在外面的主流社会你说 我不相信这些 我只相信圣经所说的一男一女一夫一妻 你的朋友可能就会反抗你 会孤立你 甚至是离开你 这就是我们所遇到的间接逼迫 所以我们现在所住的社会 其实是敌神还有敌基督的 所以我们要好好地预备自己 这些事情会发生的频密越来越多 那最后世界的末了会发生什么呢 我们一样来看24章 第29节 第二十四章第二十九节 一起读 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 日头就变黑了 月亮也不放光 重心要从天上最弱 天势都要震动 所以当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 人类就要面临巨大的挑战 接下来之后就会这些日月星辰会发生剧烈的变化 那时候你就会看见以前从来没发生过的事情可怕的发生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彼得长老在彼得后书告诉我们 我们要好好地准备自己 我们要看到彼得后书第三章 我们来读第三章第八节 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八节 一起读 亲爱的弟兄啊 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 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 千年如一日 第九节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 有人以为他是单眼 其实不是单眼 乃是宽然你们 不愿有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 这里彼得解释 为什么主耶稣好像一直在延迟他的来道 因为在彼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 其实已经过去几十年 他们还在等耶稣到来 在刚开始耶稣升天之后 他们以为耶稣很快几个月之后就会再来 可是到那时候已经等了几十年了 有些基督徒已经失去盼望 失去信心了 他们就想说耶稣要来吗 可能不是真的 可能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吧 所以他们就失去警醒的心 所以这里彼得勉励他们不要忘记 神看时间跟我们看时间是不同的 神看一日如千年 千年如一日 所以从彼得讲完这句话到现在其实已经过了两千年 对我们来说可能觉得已经很久了 可是对神来说其实是很短的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为什么主耶稣担言呢 因为祂宽容忍耐我们 祂希望我们都可以借由多出来的时间来悔改 想一想 如果主耶稣今天晚上到 今天晚上到 到底我们其中有多少人可以得救 看看我们的信心即使我们已经受洗 可是我们现在信仰的状况如何呢 我们是否热心 我们是否圣洁 我们是否很忠心来为主做工 我们在受洗之后是否有改变自己的个性 想一想 如果主耶稣真的今晚到 我们到底有几个人可以告诉主耶稣说 我已经准备好了 如果主耶稣今晚到 如果那些还没有受洗的人要怎么办呢 他们要怎么办 他们有来教会可是还没有机会受洗 他们说受洗啊之后再说吧 甚至外面有些人连主耶稣都没听过 我们都还没有机会向他们传福音 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要这样宽容担言 因为他不想要我们沉沦 他想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得救 所以他好像一直在延迟他的来道 所以我们不应该轻看这件事 我们应该要好好地提醒自己 我们来读第十一节 第十节 来读第十节 一起读 看主的日子要像贼来道一样 那日天必大有想生废去 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 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 这里讲到主的日子要像贼来道一样 你的家有没有被小偷进来过呢 如果有的人可以举手 我们家曾经被小偷进来过 我们去美国参加一个婚礼 当我在美国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 你的家被小偷进来了 我问说怎么会这样呢 怎么会发生呢 当然你不知道它为什么发生 它就是发生了 如果你知道这件事会发生 你就不会让它发生 小偷他们有在观察 是不是有些人家他们出门了呢 他们可能默默在观察 这个房子整天都是暗暗的 没有人出入 车子也没有动 可能他们出远门了 这个房子好像没有装警报器 或者是他们在外面就把警报器解断了 所以当他们来到就让你非常惊讶 当然主耶稣不是小偷 他是很爱我们的 可是这里彼得是用这个比喻来说 主来到的日子就像贼来一样 他会让你非常的惊讶 在你追求这个世界 想要追求成功 或者是在享乐的时候 在你以为你的未来 还有很多很多的年日 可以慢慢的回来 你没有时间了 可能就是今晚 所以你不需要等到主的第二次来到 如果你的生命今晚就结束 你今晚就要面对主了 所以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 所以你要时时准备自己能够预备建筑 所以那一天就是天有大响声废去 这里讲到天必大有响声废去 有形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 所有有形职的 就像我们所看见盖房子的材料 任何我们可以摸的可以看得见的东西都会被消化 有的人会说整个世界整个宇宙都会被消化吗 这些烈火要从哪里来呢 我们虽然目前不知道 可是神可以创造它也可以毁灭它 可是我们如果看见彼得所用的文字 说到会被烈火消化 其实被烈火消化的这个字就是在希腊文里面 就是释放 虽然彼得不是个科学家 可能神告诉彼得 什么地方会有这么大的能力来到 其实神把这些行职 把这些能量都放在原子里面 为什么原子弹是这么的有力量 因为科学家发现原子之间可以释放巨大的能量 然后发生连环效应 所以所有的能量都会被同时释放 当1940年代原子弹被发明出来 那时候是非常可怕的 现在已经不是用原子弹 我们有很多可以毁灭世界的武器 可是所有的能量都是从原子里面 可以释放 你有听过氢弹吗 那是更有力量的能力 他们是把能量目前是锁在这个氢里面 只要这个能量被释放出来 就会毁灭世界 当那天来到神说毁灭 他说我不再给这个世界多一分一秒 马上就毁灭 我已经给他们很多时间来悔改 来回转 可是他们没有要做 现在就结束 所以这里讲到有行值的都要被烈火释放 或许神会在一刻之间把所有的能量释放出来 全世界就马上毁灭 所以这个有一天会发生 可是这并不是要来下午 我们不能说传道在台上说世界末日快要来到 所以我们明天我们就不用上学了 我也不用上班了 所以我明天就要去疯狂地刷卡 因为我可以大大的买东西 反正信用卡的钱都不用付了 并不是这样说的 我们知道主耶稣要来 我们就不能消极地生活 我们反而要更积极地来生活 来预备自己 我们来读十一节 十一节 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 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 怎样敬前 十二节 窃窃仰望神的日子来到 在那天天被火烧就消化了 有行值的都要被烈火融化 十三节 但我们照祂的应许 盼望新天新地有依据在其中 这里有告诉我们要如何准备 你知道那一天要来 你是不是有好好预备呢 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 因为这个世界要我们犯罪远离神 就像媒体也告诉我们如何犯罪 我们的朋友我们的文化也告诉我们想做什么就做吧 可是不要忘记主耶稣即将来到 全世界都要被烈火烧化 我们要面对祂 我们要如何去敬前 就像我们现在坐在这里我们是否敬前呢 我们的态度是否敬前 每天我们是否过着圣洁的日子 然后我们就要去仰望神的日子来到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学了这些并不是说让我们很害怕 不想要那一天的到来 如果你是个罪人 你还不认识神 你就要很害怕那一天来到 如果你还没有得到救恩的话 如果你还没有受洗 是的 你要担心那一天来到我怎么办 可是如果你已经受洗了 你有谨守神的话 你过着圣洁的日子 你应该是态度是切切地仰望神来到吧 因为对这个世界我没有任何的期待 是的 我目前生活在这里 可是这个世界不是我的家 这些物质是的 我可以拥有它们 可是并不是非常看重 我想要你来到 所以彼得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必须切切地仰望神 如果你心里非常害怕那一天到来 那你有问题了 你的信仰有问题了 可是如果你是切切仰望那一天来到 那感谢神你是在对的方向里 愿主帮助大家 我们一起来唱诗 490 声音 我感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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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感谢神